欢迎收看今明天下 回答真的是撑起了全球股市 那么因为财报是大幅度的优于预期 回答股价在昨天礼拜四 喷涨了百分之十六的幅度 当然除了带动美股之外 也推升了全球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台积电在今天早盘 也占上了七百元的一个大关 另外台积电的雄本一场 明天就要开幕了 那么根据估算 它为日本所带来的整个经济效益 在未来十年会上看台币 四点三兆元 另外在台股的部分 在今天早盘 我们看到也是一举就登上了万九大关 不过在最后却是有一点开高之后 走低只有小涨三十六点 万九又得而复失了 明天就是元宵节 那么在元宵过后 会不会有往下拉回 这样的一个隐忧呢 另外在电费的部分 四月份就要调升了 那么在整个重电节能股的部分 都出现了喷涨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电力概念股的一个后市 到底要如何来观察呢 我们再次请教有明哥 我们看到灰达一家公司 真的是撑起了全球股市 它的财报相当的亮眼 而且我们看到市值增加幅度 是改写了华尔街的一个记录 也带动了全世界科技股的表现 没错 一颗晶片就有全世界 现在以目前主要国家的一个 上市股市为对象的MSCI 它里面有一个ACWI 就是全球市场指数 它去统计全球主要的一些 不管是美国 欧洲 日本 亚洲等等 它就算了这些以外 大部分有四成以上 都是创2023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但我们心中知道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像美国 第二个的话像德国跟法国 第三的话日本 台股 这个几乎都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比较惊讶的一个部分是日本 我们等一下再说 所以最近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包含像日本在最近的一个涨幅 是最多 而且日本在昨天已经创了 34年以来 199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高点 台湾的部分还是持续 今天比较可惜的一点 在元宵节之前来到了19012 所以大家可能会担心 所谓元宵变盘 刚刚斐鱼有特别提到 美国当然就不用说 因为整个回答带上去 印度跟德国跟英国的一个部分里面 印度我们大家可以比较理解 但是德国的一个部分 让大家比较讶异 第一个德国各项的工业数字 包含像他们的CPI跟PPI 其实表现都不好 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好 所以全世界现在在流行两块区块 以美国为首的 基本上是在反应AI 但是以欧洲为首的 其实在反应减肥药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AI的一个 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世界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灰达的一个市值 因为在昨天涨了16.4% 来到了785的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它的市值在一天之内 暴增了2770亿的美金 这应该是创了华尔街以来 最大的一个记录 现在我们去统计 美股市值的排行里面的话 前10名现在目前 这个灰达已经干掉两家 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Amson 第二个的话就是FB 就是脸书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它一举就直接跳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所谓前10名的一个公司 IC设计的一个挥达 能不能长时间站上第三名 其实这一点我们比较质疑 第一个你没有工厂 第二个你没有硬体的一个设施 你大部分都是靠能力的 脑力的包含像这个晶片 我们以前也都比较知道 就是说成人就一代全网 就包含IC设计是一代全网 不过以全世界 马首是瞻的这个AI的一个处境 我想它第三名的一个位置 至少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因为它现在的市值 已经非常接近两兆美金 来到1.9兆 那我们的台积电在哪里 我们台积电在这边 在这边 最近又从10名以后 就慢慢的爬升 爬升到第8名的一个位置 当然跟它一个股价 有很大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看待整个大盘 或者是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比较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 我记得在之前 礼拜三的节目里面 有跟各位来讲 过年开新春红盘的第一天 那一天大家非常的兴奋 成交量如果以盘后盘来计算的话 已经来到了5000亿以上 那一天买进的人 其实心中在想什么 在想挥达后面有财报 至少可以支撑我到那个时候 有利多在后面保护我 所以有这么大的成交量 所有的人都跳进去AI 那一天的AI是最澎湃的那一天 因为大部分的包含你从散热 IC设计 IP 包含像PC 或者是你所有看到的 几乎都是百花齐放 积权升天 但是经过了6个交易之后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再继续突破 这是第一个大家比较质疑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 现在还能不能再找到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都符合的现在 因为除掉了挥达财报之后 各位你去遥想未来的一个月 还有什么AI的利多 有哪一些重量级的公司 要继续公布财报 比较没了 所以这一些买AI的人 其实等到了这一两天的时候 已经是在怎么样 已经一直在观望 还有没有更多的动能 能够推升上去 所以成交量没有办法 在继续推高的一个同时 这一点就隐含着换手不足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这个高点出来的延伸段 大概落在19012 已经到达一个满足 除非它成交量变大 如果它成交量没有变大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停看厅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抗冷优惠 第二个部分 我们各位看一下台积电 比较奇特的一点 今天指数是有创高 可是台积电并没有去创709 所以我们大家会比较担心 就是说709会不会成为 它短期的天花瓣 目前看起来是 我们曾经有统计过 2021跟2022年 当时台积电在第一季开法说 如果那个时候就开始股价暴冲 通常隐含的上半年没行情了 就是它所有的高点 就是落在当时的法说之后 这个地方又有那么大的一个 跳空缺口 我想台积电也不会有什么 大底的一个状况 但是至少在这个地方 要进行整理 它未来如果要突破 这个所谓709会往更高 800的位阶 我觉得那应该比较偏 第四季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的话 手中有AI股的人 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两天 包含昨天跟今天 所有的AI股 其实就2266了 对 就是厘烂烂的 你可以看得到 一下子IP涨 一下IP跌 然后一下子包含PC 或者是你去看到PCB 或者去看到散热的 涨跌互件 对 这个都没有办法 再像过年前的那一天 就是看红盘的那一天的 一个表现 所以这一点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利多出镜 我觉得持续的值得观察 我有名的台积电 雄本一场 在明天就要开幕 这会不会是一个大利多 我觉得对日本来讲的话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各位可以知道 明天要开幕 其实这个厂盖了多久 一年八个月 好快 非常非常地快 如果你跟美国的亚利桑那 比起来的话 那根本就是高铁 跟普通车的 这个速度的差别 所以那个可以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日本的建厂效率一定是高 第二个的话 台湾跟日本的文化比较近 至少跟 比美国人比起来 不管是工会的组织 或者是工人的一个素质 所以这个地方台积电 就把日本盖起来了 那十年之内创造的一个 经济效益的产值 高达了20.7兆的一个日元 大概是4.35兆的一个台币 这点我完全认同 那各位可以去想象 他把雄本整个地方建起来 就好像当时台积电到了台南 所以把台南的一个房价 从十几万 二十几万 到现在已经占为50万了 整个都炒不上来 对 意思是一样的 那雄本厂这个地方设厂的话 其实光他自己一家不够 你还要有整个的一个 卫星供应链进去 那这里面当然台湾的人 一定就地缘的关系 就供应链的关系要先过去 那台湾的人是这样 我有两个地方可以选 第一个我要选中国吗 因为中国本来就有 半导体的族群 以前台积电在南京有设厂 连电也有 那第二个我是不是要往日本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中国应该是去不得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逃离 都在润 所以回头的话 当然往日本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聚落 所以这两年包含创意四新 这个都是台积电直属的 嫡系的一些公司 那还有其他的9家公司 包含你看到的什么帆轩等等 那些设备厂都跟着要过去 那现在一旦过去了之后 台湾人到了当地之后 就会带来了一些商机 因为日本的食物有的时候 你不见得吃的怪 所以台湾味也过去 所以你台湾的泡面 调味料你那个都过去 把这个所谓的一个 胃胃A排骨鸡面的 这个一包药价已经168日元 大概台币35元 就这样整个炒起来了 所以现在的话 当然初期一定是反映 台湾的人大批移过去之后 带动出来的 包含说你看到的食物的商机 另外的话当然还有什么 就是航空业者 还有住宿业者 航班要变多了 差旅业者 现在大家都尽量的 往九州那一块去 所以当然雄本不太能住人 因为四周其实没有发展 当然能住的话 大部分都是走到 比较北部的福岡 都在福岡那个地方去 现在就新建 14层楼 大概65户的一个 公益室的一个酒店 所以需求比较强劲 小案子 现在目前比如说 我们过去的工程师 他会带一些家人去 那带一些家人去的话 那小孩怎么办 有的时候你不能把小孩 一个人留在台湾 所以你还是要把小孩带过去 那带过去 是不是就有上学的问题 所以你是不是要在当地 就开始有语言学校等等 那有些不会日文的 你是不是要教他 那你甚至聘请一些 台籍的教师 你不光是开中文教师 在教这个所谓日本人本身 你还教一些日文教师 里面在教台湾过去的人 那接下来雄本 这边有一个装潢工人就在提 因为最近案子非常多 所以包含像新建的一个 住宅装潢案 怎么做都做不完 那这个当然就会带动 当初像1985年代 那时候日本钱是烟角木 所以那个晚上的时候 其实拿那个钞票都在删锋 然后那个出去都是浪值千金的 对 但是那个年代 已经到现在已经隔了34年 已经再也看不到 那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最近好像又发生在 一些建筑的一些 比如说建筑工人的老板 酒吧的老板 想说有些客人 可能一个晚上就花掉30万日元 这个是最近这十几年来 都看不到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把这么多 现在已经看到的 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些 目前看起来的 有点像当初我们在中国 有一些城市里面突然薄发 那样的一个翻版以外 我最近跟一些日本通 有聊到一些问题 他们有提到一个重点 他说日本这个地方 其实排他性非常重 也就是说 其实日本的文化 相对比较保守 那一大批的新副阶层 从台湾过来 把当地的物价炒高 其实日本人非常的不爱 当地人其实并不开心 并不开心这件事情 而且甚至有一些排他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不要把雄本的起来 来当成是整个的日本 因为你的雄本的薪资是高 但是你在其他的地方 这次的春斗 如果没有办法把薪资调到4%以上 这个会形成日本很多的薪资差距 所以你必须要去加汇日本人 本身的薪资能够跟得成长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现在的一个日本 你把雄本当成是整个日本 就好像你把好莱坞 当成是整个美国 那是不对的 如果说是以美国的状况来讲 矽谷 好莱坞或华尔街 不等于美国 同样的雄本不等于日本 所以现在看到的 日本这样的状况 所以几个日本同做了一个结论 现在台积电 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跟九州的一些大学 赶快的合作 在大学里面开设中文课程 去教当地的优秀的学生 然后毕业了之后 能够直接来台积电 就是我除了把台干 或者是台湾的这些工程师 移过来以外 我必须要引用当地的一些工程师 我这样子我才有办法 在日本活得比较久 文化才不会有排斥的一个现象 要融入当地 这些看到的一个现象 才会慢慢变成一个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到未来 你看2027年 包含Rapidus 就是整个日本的国家队 它在设半导体 它2027年要做2奈米 台积电是在2025年要做 如果真的日本做起来的话 会把台积电赶走 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要胜负 电费传出在4月份会调长 请教永明哥 除了一般的民生用电 其实用电大户他们更担心 如果说这样一来 如果企业要节能的话 是不是智慧电表就很重要 对 智慧电表是属于 在重电族群里面 我们之前在分析 这个华城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提到 就是一个族群 如果没有一档股票上500块的话 基本上不会被市场认为是主流 但一旦华城上了500块之后 各位可以看它最近又快要来到了600块 所以它确实可以把整个族群 包含像试电等等都带起来 甚至新挂牌的一个九鼎店 等一下我们会说 因为整个新春开红盘之后 就是有调账电价的一个消息 所以市场上就开始半摸索 边走边看的 就是了解这个所谓的重电族群 然后慢慢慢慢的 开始整个资金的汇吹 所以最近这几天 我觉得重电族群的市场热度 甚至比AI还要高 因为他们一个表现相对 比整体的一个AI的其他股票来得强 经济部因为三月上旬 其实日子还没到 但是股票有很多是反映在题材之前 三月上旬的时候 要召开电价会议 四月份可能要调涨 当然因为它是有针对性的一个调涨 所以这次看到的是工业的一个调涨的部分 消除因为整个台电 其实从2023年亏钱的状况非常严重 所以这一次其实包含经济部就有在提 如果说再不涨电价的话 可能到今年度年底的时候 台电很可能会有一些财务危机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势在必行 其实我们台湾的一个电价 其实相对于整个先进国家 包含像日本韩国 我们已经算非常便宜 因为我们毕竟有国营企业 这种所谓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支持 但事实上倒霉的就是在台电这个地方 扛很大的一个锅 当然用电大户的一个半导体 因为你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 所以现在调涨电价的话 你吐一点出来其实也不为过 但是事实上对这些半导体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的一个电价大概调涨一成 来到了3块钱的时候 其实台积电它是用电大户 它的电费至少增加80亿 当然它因为可以赚很多 所以这80亿对它来讲的话 可能是piece of cake 但是对很多其他的一些电力公司 电子公司来讲的话 这个调电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我们接下来来看 其实在4 5年前的时候 我们讲到智慧电表的时候 那个还不是一个很流行的东西 我记得我在201几年 当时我们在聊这个智慧电表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并不是有这么多的 包含科技业的一个部分 用电很需求 但是从2019年开始 自从中美贸易战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台湾这一块的话 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有很多的一个企业 下单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用电量 就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日夜光 其实在4 5年前 也大约就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 大概有鉴于高阶封装的制程 非常的耗电 所以赤资上亿元来买了 这个所谓数千颗的一个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其实基本上 也不是那么的贵 但是用它跟不用它的一个差别 就是当你用串联起来的 一个智慧电网的时候 它确实可以在 尖峰跟离峰的时候 帮你把电给省下来 他们怎么估计 一年以日夜光来讲 可以省下大概1亿度的一个电 差不多就是等于电费的10% 对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我们其实在尖峰跟离峰使用电的时候 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loss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说智慧电网能够调配的话 其实这对我们的电价确实有帮助 最近因为当然整个 这个在ESG的一个概念里面 节能环保的概念里面 汽油变迁 所以再生能源 节能减碳 智慧电表 其实这都算是一个族群 只是说整个市场上 从去年到今年 你看它陆陆续续在做节能的时候 第一个它是做雏能电厂的概念 第二它是做所谓风力发电 然后慢慢慢慢的做到重电 慢慢慢慢到现在做到了智慧电表 所以整个资金就是 由于在这个整个节能的一个出去 所以不见得是早期的 一直在供什么太阳能 或者是公力发电 它就一直不断的资金在里面寻找 有体财的股票来做布局 刚刚有一个智慧电表 特别提到九鼎这家公司 它其实才刚上市 为什么它可以有办法 马上连标四根上市 你看买到这种股票多好 这种股票连标四根的话 大概也只有在新贵 我们那时候感觉才有 那九鼎这家公司可能 因为它标了四根 所以很多人就想了解它 事实上它背后的一个大股东是市店 市店其实有转租资金 市店是它的大股东 对 所以它两年一标 一标的一个台电的智慧电表 这是下单给它80万颗 那80万颗的话 大概折算出来的话 差不多是20亿的一个营收规模 可是各位要知道 它一月的营收是7900万 它平常的常态营收 是落在大概4000万到9000万中间 所以20亿的一个订单 对它来讲就等于两年的营收 所以它等于是吃了两年的一个订单 订单能见度有到两年 那当然对这种标案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 其实一下子吃两年 这个是一个基本 是一个基本消费 因为他们长时间在布局的这个状况 就是要等这笔大订单 那事实上这个公司 它也苦了一阵子 因为它是工营院辅导的 那它的一个董事长的话 其实是一个科技人叫陈展胡 那各位可以去看它的一个长相 就是一个理工直男 你可以感觉出来 它就是一个好好的先生 事实上也是 那它在台电这个地方 因为它早期在做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直很看好智慧 电表这一块 可是台电不用没有用 因为没有比台电更大的 要愿意下标的话 其实它做这块很辛苦 所以它做着做着 差点快要倒的时候 它只好去改做所谓的工业配电盘 因为工业配电盘 这有点就像是 我们在开店做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可是我们一直卖不出去 我们只好慢慢在门口摆一个小摊子 然后尽量能找一些货物客 至少有一些可以扶口的一个部分 所以求生存再求发展 但是因为你做这个 所谓的工业电表的时候 其实占整个台电的标 因为我还拿不到台电也不做 所以这个工业电表 其实只是它的九牛一毛 所以大股东单 基本上是很没有办法去支持它 这个其他的一些股东局 没有办法支持它 所以它这个地方 在股东会上花了很长的时间平息 然后接下来的话 为什么它能够拿到第一笔 这个所谓的大订单 主要就是靠这个群创 因为群创当时有一次的跳电事件 所以导致他赶快去 临时的去找这个所谓的试电 试电就跟他推荐 就是说我做的业务很多 但是我可以直接请你去找 我的这个短投资的酒顶 忙不过来 所以推荐他去找酒顶 因为酒顶他现在 其实他产品也够了 所以他可以全力的去帮助他 结果没想到 这个群创去找了这个酒顶的时候 发现不错 最后就变成回头客 所以就是陆陆续一直跟他合作 采购他的工业电表 然后就从他开始的话 慢慢的把其他的 比如说像中钢 台数这些客户 因为整个试电的一个介绍之后 再加上的群装 就整个就牵出来了 那各位可以从他的一个股价来看的话 我必须要跟各位来讲 像这种股票长成这样 你说是不是智慧电宝非常的重要 智慧电宝的一个族群 试电有在做 中兴电有在做 他有在做 其实连这个智源也有在做 对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紧急你动他 因为你智源的股价 跟机器有很大的关系 再加上他的筹码比较集中 所以市场上是因为看到了华城 再加上这种股票 所以回头去做了试电 然后试电涨上去之后 今天又有人再去看中兴电 不过这个族群是这样 如果说低档的股票涨上去 高档的动不了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就有补涨的现象 值得给各位做参考